陈玉莲1960年3月25日出生于香港调景岭 从小成长在乡下 还没有演员梦 年少时与娱乐圈的最近距离接触 是帮大姐打工的杂志社拍时装照 曾在TVB一讯班第六期深造 1978年出演郑少秋 主演的电视剧《一天屠龙记》出道 她饰演不思胜女小招 同年出演周润发 主演的电视剧《大亨之富贵又如何》 当时的周润发 还为火演艺事业也处于低潮期 而陈玉莲年方十八 处于情窦初开的年纪 当时周润发在陈玉莲生日 那天送了一大束玫瑰花给她 陈玉莲备受感动 于是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1982年主演金庸武侠剧《天龙八部》 饰演神仙姐姐王语言 1983年陈玉莲搭档刘德华 主演电视剧《神雕侠侣》 刘德华饰演男一号杨果 陈玉莲饰演女一号小龙女 在片场拍戏时 刘德华喜欢上了陈玉莲 戏里戏外都把陈玉莲当作女友看待 不是总是献殷勤 然而这些陈玉莲并没有察觉 直到有一天 刘德华鼓起勇气 大胆向陈玉莲表白的时候 才知道陈玉莲是她偶像周润发的女朋友 而陈玉莲也只回应了一句 哈哈哈 就在陈玉莲拒绝了刘德华的表白之后 陈玉莲和周润发的感情也迎来了危机 1983年陈玉莲与周润发突然结束了5年的恋情 外界并不知道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据说是周润发的母亲反对两人结婚 两人分手后 陈玉莲整天以泪洗面 而周润发更是伤心过度 随手拿起一瓶家用清洁剂服用自杀 后来被送到医院抢救 周润发才得已生还 1984年陈玉莲经过肥解 沈殿霞介绍与美国华裔商人陈昌武结婚 然而好景不长 1992年两人就结束了8年的婚姻 后来陈玉莲曾在一次私人聚会上 认识了广告片导演蔡美诗 据传两人很早就开始同居在一起 一直到2005年分手 结束了11年的恋情 1993年开始陈玉莲淡出娱乐圈 成为一名专职社会工作者 为精神病人和智障儿童教授陶毅 随后他和两个朋友 又开设了社区陶艺培训中心帮助智障人士 康复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他跟随一家慈善机构 赶赴四川镇区当起了志愿者 两个半月的时间里 他租车去过北川绵阳等重灾区 参与重建小学分发棉被搬运物资 2010年4月26日陈玉莲参加香港演艺人协会 发起的演艺剑情戏 玉术关爱行动筹款一眼 一眼长达五小时 有300名艺人参与 共筹善款3506万港元 创下花雨赈灾艺艺的记录 7月陈玉莲从贵州住养 聊两名15岁的女孩 并把他们带到身边教育12月 陈玉莲参与北京爱新170活动 与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的玉术少年 一同提前庆祝元感 并向孩子们赠送了学习用品陈玉莲 人如七名像玉石般圆润 那股倔劲也如玉涵般坚不可摧 他塑造过一系列经典无法超越的角色 有影迷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他 宠辱不经永远是他世人的常态 陈玉莲非常漂亮 但那种漂亮不属于这个城市和这个大都会 她的漂亮是一种泥土气息的清新 宁静的舒服 毫无侵略性 就如天线下坟一样 她一直是一个干于平静生活的女孩子 根本就像小龙女 看待世事不争不问 但求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陈玉莲能演出千种风情 可是每个角色又都有属于她自己的独特的个性烙眼 她骨子里的高贵玉洁冰情不可放物 若不禁风之下身藏住柔韧 但博冷漠中不惜的深情 陈玉莲的为人以及表演如明察 都是需要慢慢品味的 就像古师所说 此取淡而无畏 不比正生淫 回顾陈玉莲的一生 能让刘德华周润发这样的巨星 为其倾倒在演绎